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8号 星期一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们第一个话题说什么呢 是这个今天上午呢 近午的时候 我的一个司党给我发了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今天呢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说的主人公是谁呢 是说人物的 说钱学森 说这个陈寅雀 现在百度百科什么的 都把它叫陈寅雀 但是人家这个陈老先生 人家里面的人和他自己 都把自己称为陈寅雀 我们就 按照人自家的说法 还是叫他陈寅雀的好 就是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 做了一番评说 这个作者叫钱昌明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作者 原本呢 我现在的国史啊 熟悉我说国史的朋友都知道 我现在说到了四星运动结束了 现在说这个 这个科兴师 正是六四年六五年的之间的事 而呢 六四年的十月十六号 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纪念日吧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所以我曾经一度想了把这个两代一星 这个话题做成独立的一个章节 说国史 后来为什么我没说呢 主要的就是因为两代一星的这些元凶们啊 他们作为共和国的英雄 始终啊 被这个社会啊 也被这个执政党所爱护着推崇着啊 这个 以前约森为代表的啊 邓家先为代表的这批人啊 他们作为这个民族的大英雄啊 这个 是 公认的 是有口皆卑的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个观点 就是建国以后呢 中国没出过所谓的什么学问家 就文史哲方面 没出过什么大的学问家 当然这个学问家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概念了啊 像胡适 前幕 什么那种 那个家不家有什么意思啊 他们搞了什么独立的 自己的独立的学科 然后被这个学界公认 并且成为了一门 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比如说 百拉图 压力士多的 比如说 福尔泰 比如说 哎 我们都可以专门去研究的 嗯 马克思我就不说了 他们那妈的永远也不能跟这个名字 啊 放到一起去 嗯 我曾经我观点就是 建国以后中国的所谓的这种学问家 出的是少 啊 因为他们那个学问吧 也确实攀不上这个家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境界啊 但是新中国 尤其是前三十年 出了一大批的科学家 我曾经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乱世出所谓的这些学问家 为什么乱世吗 没有人管吗 没有秩序 也没有法律 也没有他妈的执法者 也没有什么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是不是啊 所以就喜欢说话的这些人 哈哈哈哈 喜欢他妈的标新立异的啊 尤其在女孩面前 这这这这这个 这个兔木星的直飞 喜欢这种感觉和状态 喜欢那种这个这个 这个像这个 像谁呢 像汪精卫啊 说这个 说汪精卫长得漂亮 当时在广州的时候 汪精卫每每在街头一演讲 说月地女生 啊 知花如雨 就是往那个 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这个 汪精卫身上就扔花了 多喜欢呢 哎 这种风头 这是文人 所谓的这些 把文人们喜欢的 那那那种境界啊 但这个东西 他妈于国于民 是不是 有什么比 哈哈 但是呢 新中国 出科学家 就说 乱世出这种 所谓的什么的 这个这个文 这个学问家 而 真正的 这这种清明盛世 啊 这个一个进步的时代 出什么 和平岁月 尤其像新中国这样的 和平建设岁月 的人 出生出科学家 所以 前学生 前学生 邓家先 两代一清 这些科学家 为代表的 你包括 就是晚年 怎么说 我们不评价的 比如袁隆平 袁隆平的科学 研究始于什么 始于文化大革命 时期 包括我们图幼幼女士 是不是 他自己都说 领奖的时候 他还要怀念毛主席 对 所以新中国 啊 那个昌平盛世 啊 那是出科学家 那样的时代 所以呢 这个 以两代 以前一身为代表的 两代一星 这些科学家们 邓家先们 就是他们 几十年以来 一以贯之地享受着 这个国家 和中华民族的 这 这 这中心的 这个爱戴 所以呢 我觉得说的太多了 宣传的也特别多 我们也说不出 什么 更有料的东西 更有料的东西 再一个 对这些先贤 我们也没有什么料 可以把他们身上泼过 我们也不可能那么做 是不是 哈哈 我们总不能像右派一样 拿钱学生 钱老 58年写的一篇科学的一篇文章 然后 跟他 把他和大眼镜挂在一起 然后贬损 钱先生 这是很龌龊的伎俩 很脏的事 我们怎么可能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把两万一星 这个章节呢 我就省了 在国实里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了 这个钱长明先生的 这篇文章 哎 我觉得非常好 哎 说了很多东西 也确实是代表了 我的心声 所以呢 我就以这篇文章 做一个 我们的说国史的 这样的一个增股 增股这么一期 啊 我们说一说钱学生 也不仅说钱学生 因为钱长明 是把他和陈英雀 放在一起 做比较研究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陈英雀 也都是大家知名的 耳中能详的人物 而陈英雀呢 恰恰就像胡适 钱木 这些人 他们应该说 自始至终 他们都属于一个 阵营呢 只不过他是49年的时候 留在了大陆而已 但是这个人 一直到死 他也没改变 他自己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 他的这个 反共的立场 与共产党 不合作的 这样的态度 啊 所以呢 我觉得 把这两个 放在一起 别做一些 做一番比较 我觉得挺有欣慰 所以我就把 秦昌明的这篇文章 跟大家 做一分下 钱先生这篇文章说 他的标题叫 论钱学森 与陈英雀的区别 兼谈评判 历史人物的标识 那么文章说 说钱学森 陈英雀 同是中国 现代史上的 两位名人 一位是科学家 一位是人文 学家 都是富有盛名的 大知识分子 钱学森 虽然小陈英雀 21岁 两人经历 颇多相似之处 同是民国的 知识分子 同有出洋留学的 这样的背景 然后又都是 学成回国的 这样的爱国者 又同 是 最终工作和生活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所以他觉得 这就有比较性 说两者的最大的 共同点就是什么 他们都是爱国者 就爱中华 爱中国的人 这是他们两人 共同的东西 那么前者呢 就是钱学森 1950年 因要求返回国 遭受了美国政府的 政治迫害 历经长达五年的软禁 折磨而不屈 1955年 终于在毛主席 和周总理的关怀下 用12名 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换回了钱学森 钱老先生得以回国 那么陈英雀 1948年12月 蒋介石决定逃往台湾 搞了一个 出逃之前 搞了一个抢救学人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派专机把陈英雀等人 接到了南京 从北平接到了南京 从南京呢 又转到了广州 最后陈英雀 终于拒绝了 国民党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思年 这样的这个 要他去台湾 或者去香港的 这样的安排 然后决定留在大陆 那么陈英雀 从四几年之后 就任教于 广州的岭南大学 后来呢 岭南大学不是合并了吗 成了中山大学了 那么陈英雀 是中山大学的终身教授 六九年 十月份的时候 病逝 在广州 心力衰竭 中年七十九岁 这是陈英雀 那么呢 钱昌明先生 接着写说 党和政府 尊重陈英雀 这位爱国的学者 一直把他作为 统战的对象 加以善待 说陈英雀先后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部的委员 那时候没 那时候就只有中国科学院 那个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在这个 这这建国门 建国门那个 那个社会科学院 以前没有 是后来从中国科学院里 分出来 独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初他是中国科学院里面的 社会科学部 那么陈英雀呢 被聘为社会科学部的委员 然后呢 中国文史馆的副馆长 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等等职务 这地位非常之高啊 非常之高 中央有关领导人 陈一叶 陶筑 周扬 胡乔木等人 都先后去专程看望过他 57年的时候 广东省委属于陶筑 还亲自关心 他的这个 他得着眼病了 陶筑 亲自关心 他这个眼病的这个治疗 亲自为他选派了这个医生和助手 后来呢 陈英雀右腿骨折 又是陶筑 亲自出面 给他派了专职的护士 轮流的照顾他 胡乔木呢 还关心过他著作的这个出版 胡乔木的是中央书记处 后补书记 毛主席第一大秘书 那说话还是好使 这个前先生的这个文章里 说的这些对他的优待呀 这些个关系呢 这个说的不是很全 其实陈英雀 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陈英雀就是到了什么程度 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全国都到了什么程度 毛主席都不吃肉了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因为陈英雀 每天早上必须吃面包和牛奶 那个时候为了保证 他的面包和牛奶的供给 那个时候中共专门从香港 每天给陈先生 从香港给他买牛 专门给他买牛奶 买面包 让陈英雀先生 在三年困难时期里面 没断了他喜欢的牛奶面包 你说就从这么一件小事上 你说这个共产党对陈英雀 是不是 人至义尽 真是奉若上宾呢 共产党是针对得起这个 反共的陈英雀先生 那么前先生 前上面接着写说 钟陈英雀的一生 一直从事高校文史教学与研究 先后发表著述十余种 主要的 有随唐制度的渊源论稿 有唐代政治术的论稿 有袁白世间的证稿 袁白世间证稿 以及赛柳堂籍 金明馆从稿 总计是二百余万字 估计由于健康原因 他在1949年以后的著述 仅止论再生源 与柳如诗别传 两本 49年以后他写过两本书 一个是论再生源 还有一个是柳如诗别传 这给妓女论立传嘛 陈英雀先生 那么钱昌明接着写说 钱学森回国后 一直从事国防科研工作 他领导研制我国的两弹一新工程 为发展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 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做出卓越贡献 成为想与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评论人物 无疑应以业绩贡献论英雄 而不是靠胡吹的虚名 这是钱昌明的观点 接着写 平心而论 钱学森陈英雀二人 陈英雀的著名度 远不能与钱学森相比 钱学森是我国火箭导弹之父 他的成就尽人皆知 自不必赘述而陈英雀 即使在史学界 不过是一位老教授而已 尤其不为年轻一代学人所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史学界多以学术著述论高下 就是你得靠学术著述 来论你的这个 在业界的这个高 学界的这个地位高下 随便举几个历史学家 哪一个的成就不在陈英雀之上 仅具与其同时代的几个 郭摩若研究中国古代史 有甲骨文方面的专长 有青铜时代 有诗批判书 有中国史稿 等大量的著述 翻蓝有中国近代史 中国通史简编等专著 简博赞 简博赞也有中国史纲要 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资料总刊 物须变法等著述 那么反观作业历史 同位历史学家的这个陈英雀 没有写过通史 也没有写过断代史 这事实上是这样啊 确实如此啊 史学界不是有这种说法 文人相亲史学界一样 但史学界有一个东西 大家不能不承认的 大家都得公认的 就你要想把自己竖成历史学家的话 那你起码得有一部最低 你也得有部断代史的专著 再好一点的话吧 或者你想让自己的位置更重一些 你得有真的有通史的著述啊 你没有这个的话 你想在史学界 以大家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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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啊 这个想在史学界立足 那是很难的 立足立名立言 那是很难的 我觉得钱长平这个观点是对的 陈英雀没有写过通史 也没有写过断代史 他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与唐代政治史书论稿 不过是他常年授课讲稿 充其量不过是专题史 这都是讲稿 最后形成了 整理了 成了著作 充其量不过是专题史 那基本上也是史料堆积 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 他紧写了一部书评 论再生源 但这还属于文学评论的著作 跟史学应该说是不太搭劲 而论再生源 另外一位妓女 他这也说 另外一位妓女立了一个传 柳如是别传 仅此而已 而钱长平说 柳如是别传呢 陈英雀也是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的 不仅是一个助手 是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 说即使是他的三本最主要的历史学书著作 唐史三书 就是隋唐制度原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书论稿 还有原白世间正稿 说也不是什么史学界公认的高质量的权威著作 仅被同校 另一位隋唐史的专家 陈仲勉 陈仲勉 陈仲勉对他的这个陈英雀的这三本著述提出的质疑和商榷之处 就有七八十处之多 这个陈仲勉 这个比陈英雀年长四岁 48年的时候开始呢 也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做教授 61年的时候呢 陈仲勉去世了 但他留下了隋唐史 等专著达十九种 论文两百篇 共计近一千多万字 钱昌明说 这堪称是著作等身呢 但你要是同时比较一下这个陈英雀 跟著作等身就有点亮掌 是不是啊 那么钱昌明说 彼者在此丝毫没有贬臣之意 仅是丙比之书罢了 事实上对钱学森 陈英雀两位爱国者 彼者与所有的同胞一样 都是与高度认同与尊重的 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中国的精英们突然刮起了一股风 大捧历史学家陈英雀 痛扁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对陈英雀说 各路的精英 大多还都不是历史学界的 可谓对陈英雀好评如潮 对陈英雀评论什么呢 各路精英说陈英雀是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 一代宗师 清华的四大哲人之一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一座风碑 说他是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 及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也有的人称陈英雀为近三百年来一人 更有称颂他为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学术领域的大人物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为所谓研究者叫越南 有一本书写的叫陈英雀以复四年 就是这么评价陈英雀 说他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学术领域的大人物 高度赞扬陈英雀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不还在 庐山我特别熟 庐山我去过好多次 庐山那个植物园里头 陈英雀的墓在那 然后还有一块碑上写的 写的就是陈英雀这十个字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吹捧陈英雀 这是传承中华文化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华的民族魂 黑暗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先行者 一句话 陈英雀已成为了右派们 顶礼膜拜 纯金逐赤 最具高尚道德人体 气节的玩人 而对钱学生的右派们 竭尽污蔑贬 贬赤 真能是 所有的 专制政权的拥护者 大跃进 亩产万金粮 梦幻 幻梦理论的炮制者 说钱学生为一九六九年 东方红号卫星 设置东方红音乐 是搞毛泽东 个人崇拜的推手 是助纣为虐的帮凶 南方中国 南方人物中 他的专栏作家 苏小和认为 钱学生仅仅是 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 这个人他妈的估计 他连工程师是干什么 他都不知道 说钱学生是 仅仅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 这距离一名卓越的科学家 相距太远 说钱学生对人类的科学进步 文明发展 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他甚至否定 钱学生归国的爱国行为 认为这只是出 是他出于对父亲的一份孝心 想回国探亲未成 不幸卷入了意识形态分歧 和国家利益冲突之中 美国抛弃了他 他别无选择 只能丢下自己的研究事业 回到中国 最后呢 说钱学生丢掉了知识分子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成了一条丧家之犬 你说这小子呢 叫苏小和 这南方系 竟养了这些人 他妈的 这些个肮脏的 龌龊之徒 你看他对这个钱学生 钱老的用词之间 刻骨 和其毒也 和其毒也 那么钱昌明先生就问了说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怪现象呢 啊 杨晨 以前呢 说到底是因为钱学生与陈英雀 现在已不再是两位个人 他们已成为从旧社会转到新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两位不同表现的典型 那么钱一种呢 彻底改造了原有的世界观 能真正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立场 转到工农大众的立场上来 成为了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 钱学生 就是这样的代表 还有邓家仙等人 那么后一种呢 就是说陈英雀代表的那一种呢 就是不愿意改变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利宁主义 不愿意接受共产党 共产主义 坚持原先的固有立场 陈英雀就是他们的代表 并最终成为了反共右派的偶像 那么钱昌明先生接着写说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利用矛盾的问题中 讲到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 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 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 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 这是毛主席曾经讲过的 钱学生由于亲身感受过美帝国主义的迫害 彻底看透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所谓的人道 人权的虚伪性 回国以后决心投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怀抱 实心实意的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战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 他不仅努力工作 为中国的科技事业突平猛进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更在政治上自觉的改造世界观 自觉的把自己从精神贵族地位 主动下降为普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一员 他上交了自己的祖产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成为一名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 毛主席称赞钱学生 是人民的科学家 76年毛主席逝世后 在反毛反共逆流汹涌一时的日子里 在毛泽东思想的不孝子孙们改弦登章的日子里 正是钱学生坚持认为公有志和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他旗帜鲜明的说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志 中国就完蛋了 而与钱学生相反 陈英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打心眼里瞧不起工农劳动大众 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共产党和劳动人民 做天下的现实 凭着共产党善待爱国学者的政策 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共和国最高级别教授的待遇 住着中山大学校园里最好的两层小楼 他陈英雀那个房子 周围参天的古墓 前后总有四大片草坪 说环境优越 据说只有专门用于接待贵宾的黑石屋 能和陈英雀那个房子相比 但陈英雀想到的仍是个人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结果呢不惜花去十年的时间去写那么一本 基本上有人想看却没人看得下去 最后被丢弃的柳如氏别传了 那么钱昌明评价这个柳如氏别传呢 说堪称及资料堆积 八股文体 繁琐哲学脱离现实 自以为是不知所云之大成的典范之作 他并且说 他说你读者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你读一读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正是陈英雀矛盾的移民心态 他的遗注终于被右派精英们看上了 陈英雀的移民气节 所有的移民气节 很快被反共的右派们发掘出来 于是他就被当作和钱学生相对立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被当作宝贝而大肆吹捧起来 这才刮起了一股捧尘变前的腰风 还有好多 我尖让人讹药的 二十八分钟 尖让人讹药的跟大家说一说 正是 1982年香港学者这个余英雀 余英雀发表陈英雀晚年诗文的试证 兼论他的学术精神 于晚年心境 那么他的文章认为 四八年以后都从中山大学任教的陈英雀 这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政权一手充满了明末移民式的悲仇苦恨 认为陈英雀晚年绝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 尤其不会靠谱认同 甚至认为陈英雀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的悲恨 那么此论一出 就说这个 余英雀时这个论点一出 内地的右派精英们就此大做文章 他们完全无是二十余年党和政府对陈英雀的善待的事实 大肆都渲染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 这个说陈英雀在王大人初期确实遭到了批判 但是实际情况是因为他腿不是有病吗 所以连一次所谓的批判会都没有出席过 于是陈英雀的形象就越来越伟光正 越来越伟光正 那么95年南方作者叫陈建东 又出版了热门的著作叫陈英雀的最后二十年 更是煽情的将陈英雀推上了神坛 把养尊处优 毕生养尊处优的陈英雀 刻意的塑造成了一个 实乖蕴俭的悲情人物 因为原先默默无闻 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的历史学者 捧成了今天的文化偶像 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 化成了一个百年难运 令人叹息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 这是李继红 李继红的篇文章叫陈英雀 走上神圣之路里说的话 然后呢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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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英雀 就被吹捧成了学冠中西 能运用数十种语言文字 从事文史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 实为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 是一位开创了文史护正的生面的学术大师 是这样吗 说很可惜 陈英雀神话 后来竟被一位认真做学问的八零后 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后辈 叫李继红 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专业的 被他给揭穿了 他终于发现了这个陈英雀 所谓的熟悉的几十种文字的陈英雀 终生没有任何译著 只发表过两篇英文的小文 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总刊和哈佛大学的亚西亚学报 总共加一期两篇文章才12页 笔法极其幼稚 且属于介绍性的文章 显然不足以证明陈英雀有多高的外语水平和学术价值 只能证明他的英文写作能力 最多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一名普通大学生 证明他的英文水平很低的事情还有 我就不再说 所以他这一揭露之后 曾经被精英催成 掌握了二十余种甚至三十几种外语学贯中西的陈英雀 这个偶像就轻刻间就崩塌了 不过这不要紧 因为金英门看中的是陈英雀的所谓的气节 也就是所谓他提出与坚持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说穿了就是和共产党不合作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和多高的外语水平还有学问无关 他们看中的不是那些东西 而是跟共产党不合作 那他接着论述了有没有自由之 这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到底有没有 他认为这不过是 薄薛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幻觉罢了 不可能的 他说陈长明的文章说 反毛反共用派们拼命把陈英雀捧成为具有高贵气节的中华文明的魏道士 最终不是美化了这位大教授 反而是大大的羞辱了他 因为即使在文革时期 陈英雀也一再向人们表白 他是拥护共产党 陈英雀晚年的时候 他自己跟别人说 这言不由衷的说 他是拥护共产党 那么陈长明先生就接着写说 陈英雀辜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他的善待 善待 因为他不愿意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留恋过去的精神贵族的地位 不愿意 自觉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结果只能是自找烦恼 落得个陷入一种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移民心态之中 把一个位在历经百难 百年苦难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服务 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科学家 前学生贬斥为丧家之犬 反把一个对留恋旧剥削制度 不愿跟随时代前进的陈英雀 奉为今天的文化偶像民族魂 如此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吗 预导是非 混淆 黑白 这就是当今右派精英们的真实的嘴脸 那么 钱昌明先生的观点如此 您以为如何 推荐给大家 钱昌明先生的这篇文章 谢谢大家 这篇文章 谢谢大家